这个星期的周末 就是一年一度的NBA明星赛 明星球员们齐聚在同个场上较劲 除了让球迷们能一包眼福之外 有时候也可能有着特殊的含义 例如因为前阵子Kobe Bryant不幸罹难 所以这届明星赛的赛制就有所变动 来缅怀以及致敬这位传奇球星 至于历史上其实也有几届的明星赛 具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而在这当中 有一年的明星赛最具代表性 也是历年最盛大的一次明星赛 那就是于1997年时所举办 并又被称作NBA50周年庆 NBA创立于1946年 到1996年时已经有着50年的历史 也就是这个联赛已经横跨了半个世纪之久 想当然的这一年就变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NBA为了庆祝50周年 因此进行了围棋一整个赛季的欢庆模式 而当年最重要的大事 就是NBA官方公布了象征50年历史的 NBA50大球形 这不仅是NBA的一项里程碑 也可说是整个运动界的一项创举 因为虽然不管是哪项运动赛事 都会有球迷或媒体去排行这些球员 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最好球员排行 也因此每个人的排行都会有所不同 但由官方来公布哪些人才是历史最佳 这就非常的罕见 毕竟这可能会引起不小的争议 每入选的球员可能会认为 凭什么他们获选而我没有 至于球迷也可能对于自己的偶像 每入选感到愤恨不平 但NBA当然不是自己决定谁该入选 而是请了一群资深媒体人 各球团老板 以及前任球员教练等 这些具有公信力的人物 来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前50位人选 当然或许可能还是会有遗租 但整体上这份名单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最后NBA并没有给出排序和得票数 只是公布入选的人而已 也避免掉了更大的争议 NBA在1996-97赛季的季前 公布了50大球星 当时的主席Stern 也特别选在1946年NBA签订张哲的法基地 来宣布这份名单 而特别是 这份名单不光只有退役的传奇名将 当时现役的球员中也有足足11人获选 职业生涯都还没打完就能入选 对这些人来说 不仅篮球生涯已经获得肯定 也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其中又以两位现役球员作为特别 第一位就是 Shakir O'Neal 虽然以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 O'Neal毫无疑问就是前50大球星 甚至说他是前10大也不是不行 但在1996年以前 他不过是一个才进到NBA4年的年轻小鬼 生涯累积的数据和记录也都还不突出 当然这时的他也还没拿过任何一座冠军 所以能入选也蛮令人压意 但投票者们像是预测到了他的未来一样 让这名才24岁的小伙子入选了前50大球星 O'Neal也因此成为了当时名单中最年轻的一位 至于另外一位特别的人物 也是现一球员当中最毫无疑问的那位 他就是 Michael Jordan 相较于O'Neal Jordan就更加的当之无愧 因为他在1996年以前 就已经缔造了无数丰功伟业 再加上他又一直都是NBA的主打球星 所以能入选也是可预期的 而且身世上还完全不输给这些老前辈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大家讨论的焦点 不是Jordan进到了50大传奇球星 而是Jordan是不是那50大之中最伟大的那一位 尽管有不少人认为是 这位八戒的得分王 四座冠军的得主 四次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确实是那个有能耐去争夺50大球星之最 但唯独有一人不服气 那就是Welt Chamberlain 因为在官方的名单公布前 Tremble就一直都是这个话题最常被拿来讨论的对象 而他当然也认为自己就是史上第一 毕竟场均50分 单场100分这种超人数据 除了他就再也没有人做到过 只是随着后来Jordan进到NBA 开始统治着这个联赛 开始缔造新的历史 Tremble人史上第一的地位也开始受到威胁 尤其在1996年这份名单公布后 仿佛更加的巩固了Jordan的地位 公布名单后的同一季的明星赛 NBA并邀请了名单上的所有人来共襄胜举 50位中只有3位缺席 Peter Maravich于1988年就逝世 Jerry West当时正在接受手术 最年轻的入选者Shaquio O'Neill 则是习商正在附肩中 其他47位不论年纪有多大都有参加 是NBA历史上最多传奇球星齐聚一堂的时刻 也让这件明星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明星赛 而在比赛的中场休息期间 NBA也举办了50大球星典礼 让这些传奇球星们能享受这个充满荣耀的时刻 典礼前 难得碰面的两人终于碰头了 也就是前面说的史上第一头衔的争夺者 Wilt Chamberlain和Michael Jordan 也因此诞生了这个经典的一幕 两人交头接耳好像相谈圣欢 感觉Tremblay好像在勉力这位小老弟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据说当时两人就是在争论彼此的历史地位 而当两人争论到一半时 被典礼即将开始的告知给打断 两人也才终于结束了争执 但在离开前 Tremblay在Jordan耳边留下了这段话 Michael记住 我在打球时 NBA为了限制我而更改规则 但你在打球时 规则却一再的对你有利 言语间展现了Tremblay的霸戏 仿佛就是在告诉这位小老弟 我是跟整个规则在对抗 所以你永远也比不上我 讲完这番话后 随即典礼也马上要开始了 虽然Tremblay才刚在后台捍卫了自己的地位 但NBA却很不给面子 50大球星典礼是采个别唱名 让每位球星都能接受现场球迷的欢呼 而唱名方式就很简单的分成三大集团 后卫、前锋和中锋 尽管NBA并没有特别做球员的排序 只是照位置唱名 但第一位唱名的对象 就是Michael Jordan 这仿佛就是在暗示大家 Jordan就是历史第一 至于全部人则被夹在各大中锋之间唱名 瞩目都远不及Jordan 反倒就像配角一样 也因此这个50周年的50大球星典礼 被视为是两人历史地位交叉的瞬间 回到明星赛的比赛上 这一届除了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样也缔造了不少记录 首先当然还是最风光的Michael Jordan 他在这间明星赛上演的全能秀 脚出了14分11篮板11助攻 历史上第一次的明星赛大三元 这纪录直到14年后 才被他生涯中另一位历史第一的争夺者 LeBron James给追上 只是尽管Jordan脚出了大三元 却不是这间明星赛的MVP MVP最后颁给了他的队友Glenn Rice Rice这场比赛虽然是从替补出发 但一上场就强势了主导比赛 在第三节狂拿了20分 这竟然是NBA明星赛的单节记录 直到20年后才被Anthony Davis给追平 Rice疯狂的表现 也让他几下的Jordan 成为了这届明星赛的MVP 但Rice不是突如其来的就有这种表现 事实上他这季的场军得分以高居联盟第三 并且还是这届的三分球王 打出生涯年的他 能一举抢走这届别具意义的明星赛MVP 其实也是实至名归 而Rice既然三分球这么厉害 当然也参加了这届的三分球大赛 可惜止步在第二轮 最后被Steve Kerr拿走了三分球大赛的冠军 1997年的明星赛 会成为历史著名的明星赛 还有另一个原因 因为这届的新秀挑战赛也非常精彩 参加这届新秀挑战赛的新秀 就是1996年刚进到NBA的超新星 也就是俗称的1996题 堪称是历史上最棒的黄金题词 大家熟知的Allen Averson Ray Allen Kobe Bryant Steve Nash 这些未来的传奇球星们 都有参加这届的新秀挑战赛 而这四人后来在NBA中的表现 也让他们具有能挤进50大球星的资格 所以这年的50大球星典礼 就像是传承前辈们的辉煌生涯一样 一群新秀也正准备展开自己的传奇生涯 成为新的50大 后来这届新秀挑战赛也不意外的 由壮元狼Averson拿下了MVP 但事实上Kobe Bryant有着更好的表现 他单场拿下了31分的分数 比下了Averson的19分 这在当时也是新秀挑战赛的记录 只是不管他下半场多努力去追赶分叉 最后还是由东区的新秀队取得胜利 所以才让身为西区队的Kobe 错失了这个新秀挑战赛MVP的头衔 但Kobe在这个明星周并不是没有收获 事实上他还参加了灌篮大赛 并且还是以18岁智琳拿下了灌篮大赛冠军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灌篮王 而讲到后期之秀取代当年的50大球星 毕竟自从1997年的明星赛后 也又过了23年 这23年来当然又诞生了不少传奇球星 足以挤下当年的50大球星 成为新的50大 足凡不及被载 但以先银球员来讲 光是LeBron James Kevin Durant Vince Carter 甚至是Steven Curry 就是强而有力的新50大人选 而什么时候NBA才会再次公布 新的50大球星名单 没有人晓得 或许要等到NBA的下一个50年 也就是满百岁的时候 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官方名单 只是届时可能也不再是50大 而是百大 并且可能也一样不会有排行 毕竟这对球星来说 不排行也是一种尊重 随着新的人选进到这个名单 如果有排行 名次就一定会有所变动 但球星们不需要用名次 来定义他对联赛的贡献 以及他们对篮球界带来的影响力 能入选的人都能分享这份荣耀 并没有名次之分 这或许就是当初NBA选出50大初衷 也因此造就了1997年的明星赛 成为了历史上别具意义的一届明星赛 至于Tremblant和Jordan 到底谁才是历史第一人 或许只有他们两人才说了算 对红色便宜点 这次上次也认为了点击 我让他们说了 对红色便宜点